那么下面来继续 参数了基本上就是研究完了 研究什么呢返回值 来 复理一下的粘贴 然后11 对带有参数的函数进行 对什么带有返回值 返回值的函数进行装饰 来 把这句话先平掉 你先写个最普通的带有返回值的 Return 都不错OK 请问正常情况下咱们调完了 那么按理说 是不是咱们有个返回值 接下来咱们就print一下 是不是一个返回值 请问一般是不是都是怎么用吧 那至于你怎么用 当然你想随便保存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都行吧 好了那么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以这个为例了 我刚刚已经通过这个地方 来保证了不定常参数 请问是吧 这个解了 那么我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返回值 咱们先说这个 单独看这个代码 这个100传递给他 这是必须要传的 剩下这两个可以不传 请问这是100 这是空远度 这是空度点 返回的这个OK 返回的这个地方来 又因为你Ret等于这个返回值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打印OK 那么我接下来用装饰器 这个装饰器装 那最后的结论 或者什么呢 他们想想呗 这个地方呢 test指向谁呢 靠方程 这是一定的 他们确定啊 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叫靠方程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你叫什么名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都行 我只是为了从这个名字上让咱们大家知道 所以说我写了个set 写了个call 好了 我这个地方掉100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100过去了吧 以原物的方式吞起来了 打印全线验证 打印全线验证 请问我接下来菜包 都给他 一点问题什么没有啊 刚刚都验证过了 接下来执行执行执行 接下来 Return Return哪去 谁掉的你 就Return哪去 Return哪去啊 谁掉的你啊 请问是不是这个箭头掉的你啊 那么你这个地方Return 请问是不是要返回到这个地方去啊 你返回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请问 你在这个东西的前面有变量来接收吗 没有变量来接收 你返回什么 也就意味着你此时的这个地方打印 为什么 请问 test1是否意味着此时就是调用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有Return吗 你连Return关键字都没写 那这个地方它哪来的返回字 你说试试这个到底啊 因此就不对 怎么做啊 咱们先试一下当天结果再试一下啊 Python 3 然后多少个 10 11个 是不是呢 看着没套 怎么改 你觉得怎么改 行不行 来 在执行下 看着啊 往这个地方 调用你 你 接下来把这都囤起来 你在这个位置去调用它 它执行完之后 把 我换个颜色啊 就是用黄颜色的表示 它返回的 在哪儿调的 我就在哪儿返回吧 我就把这个海漏 是不是反到这儿去啊 把这个OK反到这儿去啊 请问 这一句话最后的结论 是不是就等价有OK啊 我接下来又return了 请问谁调的你 是不是你return的东西给谁啊 谁调的你啊 是不是这个大的蓝颜色的这个键图 调的你啊 因此最后的结论 说你在return 请问是否意味着 把这个东西再返回到这个位置去啊 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IET等于它 请问IET是不是就是OK啊 OK 切记了啊 OK 先返回到这儿去 然后你在前面加个return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再返回到 你就这个地方来了吧 OK 那么就结束了啊 那么最后验证一下东西 看一下这个结论 是否是这样子 走 OK是不是就出来了吧 来 最后一个总结 如果想要对函数装饰 做什么 不管它有没有参数 有没有返回 只有几个参数 有什么东西 你只要怎么写 这样的装饰器 一定是一个通用的装饰器呢 首先用星 RGS和K 有一个星和两个星 来完成不定常参数 第二个 在去调用的时候 用星和星星来去拆包 第三个 你在这个调用原函数的地方 前面写这个return 那就可以了 怎么说 理解了吧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万一这个函数没有返回 你偏偏写了个return呢 会怎么着 def test2 我前面写上一个at符号set 这个哥们 然后我接下来在这个位置 我就把这两号电门 我复制一下 好了 我就调态次的2 请问 此次的ret答应什么 你先看这个吧 我先选路在头 我调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 但是我偏偏就是保盘 前面返回值什么 默认是不是就是那 没问题吧 那么我接下来 前面写了个装饰器 来咱们看个大体的样子 我这个地方 会导致 调用这句话 这句话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调用这句话 然后接下来你的return 你的这个returnOK 会反到这个位置去 然后 不是这个 是调用 下面这个 调用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说没有返回值 请问没有返回值 是否意味着 此时的这个东西 默认是不是就为now 那我接下来return 是不是相当于 把now拿过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 你要写上这个return 对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是不会有影响的 听了清楚了吧 是不会有影响的 你就直接写上 因此呢 最后的结论 只要这个函数 它没有返回值 你加装饰器 里边有return 也不会导致任何问题 所以说怎么办 最后的一个总结 通用装饰器怎么行 这个就是 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个就是通用装饰器 通用装饰器 咱们算在这个位置 惯于参数 反回值 接完就它 我分个问题吧 要是有多个return 这个函数里边 要是有多个return 二三四五 怎么算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写多个return 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 为什么 这个和装饰器有某关系 这不是你这个函数里边 本来你就是return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return的默认功能是 它可以让函数结束 并且是不带一个值返回吧 只要知情一个 后面绝对不知情 这个没错 所以说 你尽管放心 如果你写了多个return 只会有一个值情 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 写一个return 百分之百没问题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这个地方return 还有个200 OK呢 返回的是什么 不错啊 这是元祖谷啊 返回到了元祖 在这个地方 我再把元祖返回 难得不行 是不是完全可以读它吗 所以说最后的结论 不管怎么着 这个通用装饰器 都可以装 好了 这就是通用装饰器